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要教大家主题就是如何get fit 什么是get fit 另外一种说法叫做get in shape 通常我们会指的是你去健身房运动或是雕塑身材的意思 对啊 健身房那些拥有纤细双腿平坦小腹 还有翘腿的女生们总是让我多看好几眼 那么纤细双腿的英文要怎么说呢 lean legs 那么平坦小腹 flat tummy flat tummy 翘腿 nice butt nice butt 其实如果你看到很多男生他们身材很好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壮硕的手臂或者是厚实的胸肌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壮硕的手臂 英文要怎么说 也就是bulging biceps 另外呢就是他们有厚实的胸肌 也就是rock heart packed rock heart packed 这样贝尼这么一说我也好想赶快去健身哦 练出我的人鱼线 还有我的beach body 这样子去pull parties才能好好顺耀一下 那么人鱼线的英文是什么呢 v-line abs v-line abs 再来beach body 意思是说火辣身材的意思就是在海边你们常常看到的帅哥美女 好如果呢你看到一个男生身材很好 他的肌肉线条非常的明显你该怎么说呢 oh he's so cut 但是这边呢我们这边的cut 与一般的切割意思是不一样的 这边的cut是被雕塑过的意思 哇学了这么多形容身材的单字 下次你去健身房或者去海滩的时候 就不要吝啬用英文来在美他们了 那么接下来呢要看看 如果你真的进到健身房了 你要怎么样用英文来绘画呢 我们第一个剧情叫做 how long have you been working out how long have you been working out 意思是你开始这样运动多久啦 I have been working out since high school and exercising has become part of my life 意思是说我从高中就已经开始在健身 而这已经是我生活中的习惯了 那如果你想问他说你在家里都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你可以说what are your workout routines at home what are your workout routines at home my daily workout plan is that I used to do 100 squats to lift my butt and 50 push-ups to lose my arm fat 意思是说我每天都做100个深蹲来练我的屁股 还有50个伏地挺身来练手臂 哇看起来要有好的身材真的是很不简单耶 可是每一天都要上健身房真的是好麻烦哦 Emily你有什么可以在家里运动的一些小秘诀吗 当然除了健身房你也可以做一些室内运动 室内运动的英文是at home exercise at home exercise 像是我刚刚提到的深蹲 squats squats 以及push ups 伏地挺身 都是一些at home exercise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运动呢 它叫做波比跳 英文就叫做burby burby 它是一种全身燃脂性的一种运动 它可以结合70%的肌肉群 它可以包括了深蹲 跳跃 以及伏地挺身 真的是非常活跃的一种运动 再来下一个单字就是 crunches crunches 也就是卷腹 卷腹就是我们所说的仰卧起坐 或是sit ups sit ups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字叫做三头肌撑脾 也就是tricep dips tricep dips 下一个单字是plank plank就是腹卧撑的意思 就是一个可以训练全身肌群的动作 如果你坚持坐了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 你就可以拥有人余线咯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弓箭步 弓箭步的英文叫做longes longes 这样子你夏天穿短裤就不用害怕 露出你的大腿了 最后一个单字是桥式 桥式的英文叫bridge bridge bridge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翘腿运动 我们如果每天坐就可以拥有翘腿 哇今天真的是学了很多关于形容你的身材跟健身的这些英文单字 希望大家之后出去运动或是跟外国朋友一起去海边玩 都能够把这些单字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哦 今天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Jessica 我是Emily 我们下次再见 bye